话说2003年春节的时候啊,北京有一家养老院忽然起了一阵骚动,一位老妇人在吃饺子时,不小心把饺子卡在了嗓子檐里了,只见她脸色发青,身体不断地颤抖着,工作人员七手八脚地围着她,有人为她拍背,有人立刻拨打了急救电话。 大家的心都着急啊,这老太太已经九十高龄,这个坎不知道还能不能跨过去哦,有的人就悄悄打听,老太太这么大岁数,怎么还送到养老院来啊,当儿女的还有点良心吗? 另一个人悄悄回答,哎哟,你不知道吗?她就是王敏彤,为了宣统皇帝一辈子,没结婚那个清朝阁个完颜同济啊。 出生于1913年的王敏彤本名完颜同济,满洲湘黄其人,是溥仪皇后宛容的表妹。 王敏彤从小生的精致,皮肤娇嫩白皙,身材鲜瘦奇长,经常有人拿她和宛容做比较,甚至觉得她比宛容长得还要好看,被称为晚清时代的最美格格。 现在我们还能够看到王敏彤在年轻时候留下的照片,她身上穿着金丝绣成的丝绸衣服,头戴牡丹齐头,稳稳静静地坐在板凳上,直到摄影师摆摆手告诉她说,你可以做点表情。 这十年幼的王敏彤才有些羞涩地笑了笑,随着摄影师的按下快门,画面被永远定格在那一刻。 这些照片直到现在,都还被大家嘖嘖称,赞着王敏彤年轻时候的盛世美颜呢。 身份高贵,知书达理,这样的女子是有资格选秀女货皇后的。 她的婚姻一直围绕着溥仪家打转,却阴差阳错地错过了满清皇室的三个男人。 溥仪选妃时,王敏彤只有九岁,年龄还不够,所以面容娇好的表姐,婉容成为了大清国最后一任皇后。 表姐成了皇后,王敏彤自然有了与溥仪接触的机会。 一见溥仪误终生啊,王敏彤见了溥仪以后,就疯狂爱上了她。 但是从小受母亲及长辈的规训,又因为表姐婉容的原因,温婉的王敏彤不得不把这份爱一身藏在心底啊。 从故宫出来后,王敏彤就和母亲一直住在北京八旗贵族聚集区,期间王敏彤的母亲也盘散着要给自家女儿找个好夫婿, 但是王敏彤总是觉得自己还有机会嫁给溥仪,所以一直不太肯去相亲。 年纪到了,总要嫁人的。 王敏彤十七岁时,正值花季少女的她,美得不可芳物,纤细柔和的身材,咸静清纯的脸蛋。 但如远山的峨眉,总是微微敏紧的双唇,以及一双柔情似水的眼睛。 远近求亲的达官贵人门庭若氏,她最终听母亲的话,和一位天津的爱心觉罗皇室成员订了婚,也算是门当户对。 没成想啊,还没成亲,这位爱心觉罗就和京剧名领传出了绯闻,一时闹得满城风雨。 王敏彤的母亲也是位刚恋女子,自己的女儿花容月貌,什么样的青年才俊找不到啊? 一怒之下,就与这位爱心觉罗的皇族解除了婚约。 此后虽然求亲的人始终不断,但她家里一心想让女儿嫁给皇族,王敏彤心里本来又只有她的皇上大哥哥,一般的达官显贵,根本入不了他们家的法眼啊。 就这么一直熬到了23岁,那一年,王敏彤的母亲得到一个消息,那就是溥仪的弟弟溥杰因为妻子出轨而离婚了。 溥杰再怎么说也是皇帝的亲弟弟啊,看着自己女儿年纪越来越大,说不及那是假的,于是王家就赶紧张罗要攀着门皇亲。 当时日本人想插手溥杰的婚事,溥仪明白这是日本人想要控制自己的手段,于是准备掀下守围墙,帮弟弟选定两三个满族的年轻女子, 让溥杰从中挑一个做老婆,想抢在日本人前面订婚。溥杰心领神会,火速从这几位满族姑娘的中,选中了最美丽的一位。 这位年轻漂亮的满族女子,正是王敏彤。 王敏彤的母亲很满意对方的身份,当即带着王敏彤火速从北京城赶到满洲国筹备订婚之礼。 谁想啊,这回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,几天后,这件由溥仪精心策划的订婚礼又泡汤了。 虽然是偷偷地进行,其实日本人早就察觉了。 日本人找来溥杰,大声呵斥他,大日本皇军的意思是让你找一个日本华族女子完婚,巩固日满亲善关系,未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做榜样。 这不是商量,而是警告啊。 普洁没了辙,只能被迫同意,娶了日本女子卓沃浩。 王敏彤只好与母亲黯然返回北京,为此,卓沃浩临终还念叨着王敏彤,我对不起王姑娘。 回家后的王敏彤扑在床上痛哭,她对她母亲埋怨道,都是你让我去提亲,害我对皇上不忠,这是老天在惩罚我,以后我非皇上不嫁。 原本王敏彤的妈妈以为这是自己女儿的气话,经过这一系列的滥事,王敏彤心里是真怕了,不敢再谈婚论嫁,只是她没想到,这一等又是二十多年。 溥仪的老婆都已经换了几人,而王敏彤却依旧没谈过一场恋爱。 1959年,50岁的溥仪被特赦回京,一直单身的王敏彤,此时也已经47岁,她得知消息后,平静的内心又泛起了波澜。 她想起当初那个让自己心动的表姐夫,对婚姻又生起了无限渴望。 王敏彤母亲知道溥仪与她三妹关系好,便请她出面,邀请溥仪来王家吃饭。 溥仪欣然赴约。 王老太太这次宴请别有目的,母女二人十分用心地准备了一桌丰盛佳肴。 溥仪喝了点酒,嘻嘻哈哈地开起了玩笑,当她听说王敏彤到现在都还没结婚,就调侃了一句,敏彤表妹如今都没结婚,想来一定是很贤惠的女子。 其实这不过是当着老亲戚的面随口一说的场面话,但是却被一旁的王敏彤误认为是对自己的深情表白。 多年的吃恋,半生的苦等,平静多年的内心,在这一句无心之言的聊拨下终于爆发了,对溥仪的爱变得无可自拔。 王敏彤虽然此时已经年仅五旬,但是因为没结过婚,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。 如果不是自己心中有人,要求太高,早就嫁出去了。 王敏彤认为自己与溥仪两情相悦,便找溥仪的妹夫从中撮合。 可惜,溥仪对自己在席上说的酒话早就忘了,并没有把这个远亲表妹当回事。 一听到提亲的话,连连摇头,再也不敢去王家赴宴了。 原来溥仪现在思想新潮,不想再和旧事的满足女子出对象,更不用说是一个没有工作的就是家庭妇女了。 但是王敏彤竟然以为溥仪哥哥是不相信自己的冰清郁节,于是特地跑去医院检查,并且让他们为自己开了一张处女证。 他一个曾经的皇室哥哥不顾颜面,捧着一张奇奇怪怪的处女证书,跑到溥仪面前又虔诚地表白一番。 但这一次,溥仪没有再给他面子,而是对他下了逐客令。 1962年,溥仪与李淑贤结婚,王敏彤知道后大哭了一场。 他想起表姐宛容,继而想起错额号李淑贤。 他没看出李淑贤哪里比他强,他还听说李淑贤年轻时不大减点。 他想不通,为什么那些爱心觉罗家的男人最终都没有爱上身份尊贵, 才貌双全又那么想结婚,愿意在家里做贤妻良母,一辈子洁身自好的他, 而宁愿去选择戏子,护士,日本女人。 一辈子他都被历史的车轮甩在后面,就道德的枷锁永远束缚着他。 也许自己一生的悲剧,从小时候被家里人夸赞温顺乖巧的那一刻起, 就已经注定了。他终于决心要洗心革面,彻底改造自己, 大胆追求自身的幸福,临老了自由恋爱一回。 如今都新社会了,我是群众,他这个前朝的皇帝也是个群众。 1965年,溥仪住院,王敏彤当着李淑贤的面天天去看望溥仪, 去医院一坐就是一下午。 当时,看望病人需要在门口拿牌子,每次只准进去一个家属。 每次李淑贤来探望时,牌子总是已经被拿走了, 他只好站在门口干等。 这一等,就是一下午,一直到傍晚,王敏彤才拿着探视牌从门口出来。 王敏彤的疯狂行为,让溥仪对他更是厌烦, 不止一次对别人说,他真是太讨厌了。 并托朋友,转告王敏彤,让他再也不要来了。 但王敏彤是真心喜欢溥仪,还是多次前来看望。 1965年快过年的前后,溥仪再也受不了了, 毫不客气地对他说,我不想见到你,你给我滚出去。 王敏彤哭着离开了,以后再也没有见过溥仪。 溥仪去世后,他的另一位弟弟曾经托人登门求取, 王敏彤此时对婚姻失望透顶,断然拒绝了对方的好意说, 他年纪比我小,而且我不能一生都在他们兄弟的圈里打转呀。 从此,王敏彤一生未嫁,就这样一直自己苦熬着, 看着身边所有亲朋好友一一离世, 最后才在2003年春节,带着自己的绝世痴情, 在吃饺子时咽了气,也了结了这一世的悲剧。 可能是生不逢时,能做皇后十年龄不够, 能嫁给溥仪时日本人不同意,溥仪想要再娶了, 但不想娶一个旧式的满族女子。 溥仪另一个弟弟想娶她时, 她却对婚姻失望透顶,不想再嫁了。 王敏彤晚年精神激进崩溃,称得上是晚景凄凉。 但她的悲剧,除了就是道德的束缚以外, 也和自己的心高气傲,只想依附别人有关。 设想假如溥仪不是皇帝, 她还会对他如此痴心一事吗? 正如她晚年时候的幡然醒悟, 自己不能一生都在溥仪兄弟的圈子里打转啊。 只可惜等她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, 自己已经青春不在,年华老去了。